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哥华的斯坦利公园 我们在这个位置属于第二沙滩 应该是第三沙滩了 然后我们的路径是沿着上向上走 穿过石门桥的底部 然后一直来到五大风帆 今天是准备走这条路径 所以现在的眼前就是这一片的沙滩 第三沙滩 那么英格里斯贝在这里应该属于第一沙滩 这是第二沙滩 这就是第三沙滩 斯坦利公园是一个很大的公园 要说把它走完那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它里面就有两个湖泊 你要是在这个岛里面走 有许多许多的道路可走 确有都是森林覆盖 我们就沿着外海 沿海走一圈 这算是对斯坦利公园的介绍 即使是冬天一人有人来这里看海 一夹子 铺上一块小毯子 坐在这里带上所有的吃吃喝喝 一边看着海 然后一边享受着阳光 这就是星期天的度过的方式 那边就是西温哥华 来听一听大海的咆哮声 海浪还是颇大 把下部刨成了一个 很深的一个区域 有带进港的卸货的船只 停留在这一片海域 然后我们看到有成平的海鸟 在这个近海的海面上 上下浮动 这是华人一家 看一看这个西温哥华市 它在向山顶上推进 已经推进到了一半左右 一家四口 这是海滩的 众生象 弄几块木头 搭一个小平台就坐在那里 或者是躺在那里 这是冬天的海滩生活 这两位哥们 哈喽 哈喽 把自行车一放 然后坐在木头搭建的小椅子上 自行车一放 然后就坐在了海滩上 卖无目的的看海 明天好像是Remember's Day 大家的胸前都扎了一朵小红花 以示对过去阵亡的英灵的纪念 是